各位栽包,各位韭菜,各位难民,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节目,大家看一下我旁边的视频 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五毛粉红,他在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的最大城市内罗币 一个纪念品商店,他看到了台湾这个字,这是一个国旗的墙 这边写台湾,崩溃了,他已经崩溃了,他特地拿出一张笔 不是,拿出一支笔,下面写着什么,Province of PRC 啥意思?他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我说你这好不容易出国,虽然说去的是非洲吧,但也是出国了 你这个大脑怎么还在中国的呢?还在墙内的呢? 共产党给你的脑子洗的,洗成什么样了?洗脑啊 疯掉了 啊?这国旗? 我说实在话,你这乱成贼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旗那简直就是你爸爸 你爸爸你都不认识 1912年成立了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 你还说什么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 这个国家呢 第一,他不中华 他是马列主义 统治下的中国 人民,人民就是韭菜 就不用说了 就是耗财,就是人矿 活着天天996,天天变相压葬礼 买难尾楼 交30年房贷 然后吃低沟油 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死了,被卖了 活着也有可能被卖了 就卖机关,死了卖骨头 共和国,纯粹不是共和国 他是纯粹意义上的这个叫变态国家 就变态了 反人类了 这是完全就 他都不是一国家 精神病院 他属于 看一下 这个是在曼谷 有个五毛粉红留言 你看一下他写什么 上面是说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结果这五毛粉红在下面写什么 你妈在活葬场呢 这一看就是五毛粉红 那你还去有这个思维啊 你还出国干什么 你就在中国待啊 啊 逼着你出国了 中国蛮好的 别出来 国外水深火热 美国到处枪击啊 别出来 知道吗 外面的世界太乱了 你就在家待吧 不是很好吗 啊 这个是桃园机场的乐高墙 竟然有人 哎 摆出了两个字 中国 问题是摆出了 竟然是简体字 啊 我真的是服了 这台湾人 还有人心中向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 真的 翻墙不爱党 爱党不翻墙 翻墙又爱党 电视狗粮药 这个是 就是有点骂人不太好啊 这个要文明了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 你走到哪里 你都要强调 台湾是中国的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是中国 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台湾前面一定要加中国 中国台湾 这简直是掩耳到零了 你听说过 江苏 浙江 山东 四川 前面加中国 等吗 你听说过了吗 我长这么大 没听说过 台湾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听说过海南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吗 啊 你想过吗 我今天想了这事情 怎么没有这个说法呢 你想想 两岸都是中国人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两岸怎么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呢 按道理讲 也有可能是中国大陆和海南岛啊 怎么没有人想这个了 你明白吗 越是强调了 证明越没有 就像中国 天天讲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共产党讲 他说我为人民服务 我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这天天跟你讲什么的 那基本上就缺什么 而且共产党啊 你看共产党开会 他很像黑帮 不感觉 全 全部穿西服 然后在开会之前啊 就中共二十大开会嘛 唱歌 老大站起来了 小弟纷纷站起来 老大坐下来 小弟纷纷坐下来 然后老大呢 做了个报告 就演讲 就说我们过去这几年啊 统治这些韭菜 割韭菜的成果 一讲完 纷纷鼓掌 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个会议呢 胜利召开 这个会议胜利结束 全这样 你这些五毛粉红 是变相的 给这个台湾打广告 你走到哪里 都要跟人家讲 台湾是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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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这么讲啊 其实这个世界啊 也没人太在乎你说什么 人家都过 别人的生活 你 你讲这些 有人听吗 没人听 知道吗 台湾金马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 中国军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 没有踏上台湾金马 他的警察也没有在台湾金马 执法 台湾金马的人民 也没有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纳税 知道吗 一个国家的组成是什么呢 国家是什么概念呢 我跟大家讲 你占了就是你的 说什么国际法 全扯烂了 外星人开一个飞船到美国 不是说到美国 到地球 把夏威夷 加勒比海 巴西 占了 这就是我了 需要你才认了 外星人已经在夏威夷 加勒比海 巴西 统治了 发行货币 印护照 收税 就行了 简直就是眼耳道理 自欺欺人 骗自己 就骗自己 到了海外呢 还不觉醒 出国呢 还不知道真相 啊 而且人家台湾 为什么不想跟你 就是一块过 你让台湾投票 加入美国 保证80%同意啊 成为美国51个州啊 美国强大又富有 自由而且民主 对不对 自由民主 强大富有 对不对 中国呢 独裁腐败 没有人权 政府想拆 你的房子 就拆你的房子 想计划生育 就计划生育 过去觉得中国人多 叫你不要生 生了就罚款 现在呢 韭菜 就年轻的血液 不够了 又要求韭菜赶快生 所以这计划生育啊 一个国家 人民如此的贫穷 政府如此的腐败 天天给老百姓洗脑 还说什么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你不要说活人安不安全了 死人呢 那不 都不安全了 死无全尸了 被卖了 都属于这种 食品呢 全是离沟油 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卫生的 官员吃的是特供 中国 中国整个就是个 变态国家 谁想跟你过这样的日子 谁想跟你过这日子 谁不想过好日子 人这个东西不就是这样 是不是 就跟移民的呢 全往美国跑 你听说过 有几个去墨西哥的吗 有几个去菲律宾的吗 有几个去印度的吗 真的 这句话是对的 人民想过好日子 不想在中国 被你那麦共产党无情压榨 出门 瞧他了 坐电梯 电梯掉下来了 上学看的课本 全是他妈洗脑 全是说 共产党官员子女 全部跑了 到美国来了 留学了 习近平女儿到美国留学 他这麽不去北京留学了呢 他这麽不去北京上大学 他为什麽到美国上大学 你想想 而且吧 很多人五毛粉红 白天恨美国 晚上恨日本 那你为什麽出国旅游 都要到美国 日本 韩国 这些国家玩 你怎麽不去朝鲜了呢 你怎麽不去俄罗斯了呢 你怎麽不去古巴 就那些国家了呢 希望各位醒醒了 哭海乌鸦回头十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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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